大家好,Chris 今天說一件事 留英女生三大罪狀 批英國人偽善第一 我問一句就害怕 英國人是不是偽善? 我一會兒告訴你 我也心裡有數 在說這件事之前說了一件事 今天突然有一個新聞 叫香港高等法院驗定 加密貨幣蝕財產 什麼事啊 常常說的那些 什麼貨幣 騙幣 垃圾 或者沒有想用的人 現在會不會被發了兩把 Chris哥不會給你任何意見 因為 凡是投資 我也不會給你任何意見 因為Chris哥是一個 肯去冒險的人 我肯去投資這方面的人 早前 Chris哥 都叫大家各個派幣 我一年多前都叫大家 我不是又想介紹派幣 但我只是說實話 我一向都有叫大家玩派幣 為何要玩派幣呢 因為派幣的勢頭很厲害 不是開玩笑 如果不知道他有什麼資訊 可以在網上看 因為很多人都說派幣是3.0公鏈 以及派幣為何要好呢 他已經用完超過4500萬人 真的很厲害 還有他有KYC 真的實名認證 暫時以我所知就是 所以派幣真的很厲害 如果 我不是說他一定可以 我也不知道他可以不可以 因為我不是官方 很多人都說派幣 什麼什麼什麼 又說他是 將來可以持續發展的東西 你很興趣 你自己上網看吧 我相信他只有5.5成 不是100% 我經常跟你說一件事 玩 你可以照顧玩 不用用錢的情況下 你可以考慮玩不玩 Kris哥的年多前 都介紹你玩 今時今日 人們說派幣很難 好像有些人說 100個派幣要不知多久 前幾天見到 我說要很久 哪裏見到呢 一年只能派幣100個派幣 即使用現在的速度 我不知道 是否真的 我證實不了 但我可以告訴你 我真的做了一個派幣 比你做了一千年多 我已經有五千多粒 但我不是最多的 我見過一些大神級 有萬多粒 有些有幾萬粒 我算是中規中規 因為我也是加入得太遲 我覺得自己加入得太遲 所以我經常叫大家玩 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早點掘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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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去到掘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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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也是不用钱的 你想做就做吧 这不是投资 因为不需要钱去买 不是投资建议 亦不是投资于这 但我可以告诉你 这会浪费你十秒 就是要挖 有挖的 我现在有97个泳众 跟我们的连结 登记了的 就是挖 有登记的 就自己上去挖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不知道它是否成功 我真的不知道它是否成功 因为我不是官方 但我看到它的势头真的很厉害 如果它真的 拼中了 就这么说 不用钱给你拼中了 我想 不错 真的不错 就这么说 在龙汐蛇 五年之后 你会知道 为什么要五年呢 就算它一行 一个公链 真的行公链 3.0 也在说 年多两年后的事 至少要普及三四年 五年之后 你给大家一个目标 五年自己 五年 在什么价格 到时才会刮到面前 不用急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你还没有挖 自己按我的连结 就来挖 又这么说 我不是投资建议 不是投资邀约 说完 先说到今天这件事 英国人是否偽善 大家用两秒 或者三秒想想 Chris Gordon 是不是的 为什么这么说 问心一句 不要说英国人 香港人也是一样 不过香港人 多数都没有质 我说真的 大部份都没有质 没有礼貌 质得比较差 看到你 连招呼都不打 有些人 鼻子在头顶上 但英国人是不会的 就算他不喜欢你 也会谈略打招呼 你所说的偽善 但是 但是 是不是所有英国人都这么坏 我可以告诉你 不是 就算他怎样坏 表面那一阵 都做得很关怀 很关心你 跟你说话 很客气 有谈 有说 有问 有答 你见到他 完全觉得好像好朋友 可能在心里面 都不知道 他可以做到这样 是可以的 不奇怪 我自己 觉得 所以 真聖情的英国人 闻 不是这么多 也是 大部分都是 jericho 好像 Chris 哥 和隔壁的鄰居有住牌屋 隔壁的鄰居 一個 阿伯平時不太說話 也有點頭打招呼 在商場 見到的鄰居都會打招呼 但永遠不會有兩個人 大家不需要裝作 因為我覺得對 不需要裝修好 大家可以談 例如我另一邊的鄰居都會說 每一邊的鄰居都可以談到兩句 他也不需要裝修偽善 這就是用真意不見人 沒有那麼多偽善的事 有需要找你和你聊幾句 什麼什麼什麼 我覺得好 反而這樣好 大家不要談那麼多 揪個廢話 因為說那麼多沒有用的廢話 花個時間 House your face 遇用益於英國 美國等英語各國 大多數 不會難倒有當地人 以此 與你打招呼 開話題 是嗎 通常是這樣 我也沒有這樣說 大家都是說魔靈啊 我都是說嗨啊 當下你可能會覺得對方對你充滿好奇心 但其實他根本毫不在乎你 近日一名英國留學生日在內地女 在社交榮材 表示英國人超偽善 我想你不要說別人了 可能你自己也一樣 不過別人做得表面那種好一點 不論對身邊人或是陌生人 明明貪患上一秒還在抱怨 下一秒就可以態度全變 哪怕湯博老師的失敗品 同學也會說 You look amazing 令樓主一筆禁表示英國人 真是偽善第一名 有什麼所謂 英國人一向都是這樣 就算覺得你那樣東西不好也先贊了你 讓你有自信心 我又不覺得這些叫偽善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我不覺得偽善 他只是想鼓勵你 等你不要一陣子 即是做了一件不漂亮的東西出來 下次不做 有什麼問題呢 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你不可以說偽善 是另一個模式鼓勵可以嗎 我覺得偽善是什麼意思呢 明明不喜歡你 也扮演得很喜歡你 這些就真的是偽善 我覺得這些就叫偽善 如果他 說你 原屋很美麗 我不覺得偽善 我覺得他想鼓勵你 最近 一名英國劉學生在內地小紅書以英國人到底有多偽善 為題 發文貼 覺得英國人 真的狠偽善 他分享每次分假期後回到英國當地同學 有社會問到假期過得怎樣 其實對方對你 也不是真正在乎 他會對這種言語 使是一種禮貌問候 除了 這種日常關心 當 他改變了法型 哪怕是湯匯老師的失敗 同學也向其表稱讚 其實很小事 然後 樓主分享 曾有一次和英國同學一起到餐廳學咖啡 上一秒同學明明跟我抱怨這間 咖啡太難喝了 但回頭就跟餐廳的服務員說 你家餐廳很厲害 讓他不敢表示 有時候不得不背負英國人偽善第一名 難道你跟他說 你家餐廳很難喝嗎 人家餐廳很難喝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英國人本身有了問題 你明知道 這間 這間餐廳的咖啡 不要喝這間 你還要進去幫助鎮女嗎 我覺得真奇怪 由於英國人偽善行為 樓主義寶廠和他倫習慣了 習慣 清紮滅人 自己不覺得是偽善貶義 貶義詞 即使他們暫美 並不是 出著內心 但是 偽善起碼能讓你感受到善 他們願意向你表達善意 即使 虛偽 至少為你帶來 有些開心 接著 貼文引來 網民討論 有網民表示 英國人偽善停好 我喜歡 讚美 真假 我也開心 不管是真假 也開心 至少不會讓人 當面覺得尷尬 偽善也比邪惡好 那倒是 網民更自英國人 行為不恃偽善 而是愛說 長面話 他緩 喜愛 懸惑 你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總比開口 得罪人好 是的 是的 說真的 就算不喜歡你 都說你很棒 很漂亮 很乖 很乖 我沒有愛說 永遠不及你 說真的 但有網民對此 行為應為反 大家文化價值不同 我覺得很害怕 當我面 很好背著 我說壞話那種 心裡 不如要問我 反而你不想知道 當中有網民 紫笑 就在這裏說 很有趣 類似的 聽到有趣 心都涼了一半 然後 佳因 當地很多人 學習老師都對你 說有趣 聽說你好像清紮很有趣 但回頭 打分絕得 不會手軟 那麼 是的 最再奇怪的東西就是 表示 興趣 因為他們不輕易 否定你的想法 但他們 亦不會對你又誇張 對於父母 並非英語大家 有時候 肯有可能會用錯字 是的 這裏常常會用錯字 聽別人說話可能有誤解 而下一個 下一個 九個英文 近時 大家都是 超容易 誤會生字為英文 整個字 說完了 英文是否銀線 我想來得久的人都會知道 你問我吧 我自己認為是 絕對是 絕對是 但是 反而我欣賞 大家 不要裝裝作作 有事就找 沒有事就不要談 那些 真是說真的 內文我也很同意 說真的 你們住得久的人就知道 所以為什麼 Chris哥 住了一段時間 第一個 說到最後一個屌子 因為這裏的人 我經常覺得 口是心悲 明明 你自己 都不是 覺得 德國好像剛才說的 那杯咖啡是不好喝的 你就去吧 你要去喝 去完喝你就要贊 好 人家一會以為 當你真的 那麼何苦呢 對不對 所以 今天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留言 給讚分享 拜拜 一張 都